三代章苣1 加速成山 古天生 成新坡跟古天生 三代雕書産 1 就是成新坡 連續這個家族下來 boiledだと 而成新坡 沒有選錯理序 如果理序 這是補選出來的 古家在孕暗了之後 古家一直延續了三代大雕書産 所以我在那邊刀蘭的時候 我都講這個陳澤波他沒有寫作武器 他把這個藝術又可以連續下來 我們現在正在找尋第四代 第四代看有沒有辦法再出來 我們很高興如果我們這樣子持續下去 那我們就很高興 我們今天武武館 武武館的姿勢沒辦法讓大家可以搶走 不然就被擔到 我們的第四代畫的圖 我們除細辦法有寫毛鼻子的習慣 然後大哥也承襲我們除細寫毛鼻子的習慣 那麼這個第四代好像都國小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武武展示室 就是以前爸爸媽媽的景色 我們就把那個圈子撐起來 變成一長條 每個人爬一個地方就在畫出來 那畫的主題就給他規定比較容易 去年紅梅就畫紅綠 今年七年就畫七年 那今年畫好的紅綠 因為他下來就是一大幅的七年的東西 他們小朋友畫很大膽耶 每次我們第四代的四個畫 我們在這邊畫就圖著這個紅綠 幾年竟然有一個小朋友 叫QQ大哥的孫子 才小五十一歲 幾年他竟然畫了一支鳳凰 所以我那個圖畫 我產色的 哇好厲害 我想說 欸你能不能從第四代 我們真的非常期待 我們真的非常期待 那我們別的平台會有這個條件 這個的培養 讓他們小孩子比較 怎麼樣 讓他出去 欸你也讓他拿開來 讓他拿開來 欸這個 這個 因為這個很高 我